總以為只有大人可以關心小孩 小孩也能關心大人喔 我不相信 都是大人關心小孩 大人根本就不需要小孩的關心啊 總之只要記得這麼千年就雨 任何情況都可以用啦 此時一位身心疲憊的老師 坐在辦公桌前 我昨天改了好多個月 眼睛都快花了 真的好累啊 大眼睛仔細看 老師看起來好累 眼睛都是血絲 不知道是不是不舒服啊 我來去問問老師 小腿大 小腿大 親切我 老師 你們我可以幫忙的地方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長耳朵 耐心聽 我昨天改了好多作業 有些人不定證 有些人不寫功課 我真的好傷心 最重要 最重要 同理心 老師 我是讓你真的很辛苦 我們只是寫了一本作文 你卻要改三十六本作文 這位老師 這位老師突然覺得好窩心 即使在內在一起 可以 也決定為了學生而處理 謝謝你那麼關心我 哈哈 哈哈